他是众人眼中的神童 三年读完小出高全部课程 14岁凭借669分的成绩 考入中科大学少年班 2014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 攻读博士学位 并且在2018年 年仅22岁 便在全球顶尖科学周刊Nature上 连续发表了两篇 关于石墨西超导方面的论文 直接开辟出了凝聚太物理的一块新领域 从而震惊世界 被世人冠以了石墨西驾驭者的称号 成为了年度世界最受关注的 并且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科学家 那么他究竟是谁 在他的身上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而如今的他又过得怎样了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天才科学家 曹元的传奇人生吧 1996年曹元出生于四川成都的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高干分子 所以从小便对曹元寄予了厚望 但小时候的曹元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具有神通的一面 反而是一场的调皮导弹 不仅整日拆卸家里的一些小物件 还时不时的就会对母亲的金银首饰下黑手 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他手中的试验品 被分解掉 而这样的孩子 在别的父母眼里估计早就不知道要挨揍多少回了 但是曹元的父母却不这样认为 看着儿子如此热衷于搞实验 他们认为 这样可以培养曹元的兴趣爱好和超强的动手能力 所以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是对其强力支持 甚至还在家里专门为他设置了一间实验室 可殊不知 就是这个异样的兴趣爱好 在今后的日子里净造就了曹元非凡的成绩 就在曹元11岁的时候 由于父母工作的调动 他们便举家来到了深圳 而在这个发展超前的大城市里 曹元的父母不仅经常带他去科技馆和一些科普教育圣地 而且还帮助他进入到了当时最有名的深圳要华中学 而也就是在这里 曹元的天赋彻底被激发了出来 出来到学校 曹元自身异于常人的学习能力 很快便受到了老师的高度重视 再加上这里 本就是一所私立学校 所以很多教学的方式方法 本就不同于其他传统的教学模式 所以对于曹元表现出来的能力 当时的老师经过商议之后 便特意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专门的教学模式 成功促进了他神童的人设 他是中国最牛天才科学家 22岁便破解了困惑世界一百多年的科学难题 被称是最有望霍诺贝尔奖的 年龄最小的中国科学家 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耀华中学的精心培养之下 曹元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便完成了小学六年纪 以及整个初高中的全部课程 成为大家眼中的小神童 更是在14岁那年参加了高考 并且最终以669分的优异成绩 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这可是众多学子们心神向往的地方 更是天才和神童们的聚集之地 能够进入到这里的每个人 也肯定都是身怀各异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进入中科大少年班的曹元 很快便再次脱颖而出 成为了天才中的天才 别人用花费一个学期才能完成的学业 在曹元这里 他再次仅用一个假期便全部搞定 而对于曹元能够拥有如此出色的成就 他的父母也有着莫大的功劳 为了更好的支持儿子的学业 曹元的母亲竟不惜辞职 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 专门全职陪读 而曹元的父亲更是不用说 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 不惜花费重金 为曹元购置了天文望远镜 而且只要是曹元的学术研究上 有任何需求 父亲也都会一一满足 最终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异禀 和后天的努力奋斗 2014年曹元终于毕业 并且获得了中科大的最高荣誉 郭默若奖学金 可对于这些曹元竟都不以为然 甚至还有些沮丧 说到自己毕竟也是花费了四年才毕业的 而这和他的预算着实有些出入 所以之后的曹元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选择了继续深造 在18岁的时候只身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可在这里的学习并没有像当初在国内那样一路开挂 好不容易花费半年时间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 最终却发现只不过是几个实验的巧合 而这个结果一度让曹元感到实际沮丧 不过好在曹元也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 最终在自我安慰下继续埋头苦干 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接下来的实验当中 终于有了重大收获 他是中国当代最年轻的科学家 更是最爱国的科学家 成名后对于大漂亮国抛来的开通绿卡的诱人橄榄枝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 毅然决然地回归祖国 引来无数国人的盛赞 那么他究竟有多牛 在接下的实验中 曹元发现当叠在一起的两层石墨烯 彼此之间发生轻微偏移的时候 按照他的研究推理 材料会发生变化 有可能实现超导体的性能 于是便为此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实验证明 最终在克服了高温和急寒等 多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曹元终于有了收获 在一次模拟中 当曹元巧妙地将角度旋转为1.1度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置身于特殊电厂的两层石墨烯 成为了超导体 电子终于可以在期间畅行无阻 而接下来曹元又经过多次印证 终于确保了实验的真实性 打破了世界一百多年来的超导体魔咒 那么他的发现究竟有多牛呢 原来在过去的世界能源史上 电力在传输过程中 会出现的巨大的损耗 大约70%的能量都会流逝 而这一直也都是所有能源公司 最发愁的一个问题 1911年 核安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 能够将电力损害降到零的传输材质超导体 并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后来的众多科研过程中 竟无人能够将这个东西研究出来 直到曹元的出现 终于让这个超导体能够面世 所以就在2008年3月5日 曹元在科学杂志Nature上连续发表了自己的两篇研究论文 说明了自己在石墨西超导体上的重大发现 而他的这个发现 直接引爆了国际学界 年仅22队的曹元 也成为了世界最受关注的中国科学家 荣登英国《自然》杂志 2018年度十大人物榜首 成为了该杂志创办以来 获此殊荣年龄最小的科学家 顿时22岁的曹元 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领域的高度重视 很多国家都不惜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甚至是大漂亮国 也向曹元开出了愿意为他开通绿卡的诱惑 可曹元对于这些都婉言谢绝了 说到他只想专心搞科研 继续研究石墨西领域 并且还表示自己并不稀罕什么绿卡 自己是中国人 不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终究还是要回归祖国的 而他的这一番言论 也引来了无数国人的盛赞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 具有爱国情怀的年轻科学家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